前不久杜江满扮女装挽着李晨的手出席活动 网友惊呼 这个杜江原来打扮成女人的样子 好美啊 网友说 我的天 男神也放飞自我 杜江这样的打扮和李晨一起出席活动 确实是非常搭配啊 别说肤白貌美的样子还挺撩人 杜江这表情 这神态 网友表示 上辈子肯定是女神啊 杜江这样的打扮和李晨一起出席活动 估计范冰冰看了都要吃醋了吧 网友说 我的天 男神也放飞自我 现实中的杜江和霍思燕可是非常幸福呢 网友都挺羡慕霍思燕的 日前杜江在微博分享了一则视频 视频中刚满四岁的恶恒 表示自己长大了 不要再给自己买玩具了 十分可爱 2013年9月19日 杜江和霍思燕的儿子杜雨琪出生 2015年恶恒参加亲子真人秀节目录制 而受到大家喜爱 20日中午 杜江分享了一则视频 恶恒主动向爸爸杜江表示 不要给我买玩具了 什么玩具都不要 并称自己已经长大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